九百一平方 等于说我这个房子毛配 基本上除了三十五万块钱 Hello大家好我是阿高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大竹园村 是由上海的焦大设计院杜川宇工作室所设计 这个村子是坐落在浙江安吉 其实安吉就是青山绿水 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发源地 据介绍大竹园村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 不过经过历大的发展 现在村里历史最久远的 仅剩一堵清末的墙底 应该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堵 十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个只靠竹子为生的经济薄弱村 现在在拆除部分老房子之后 在园村南面统一规划设计的新村 总共是差不多61栋住宅 在规划设计之前 建筑师对村落原有的激励 及重要节点进行了梳理 试图延续村庄原有的生长方式 因此并没有在基地上 开辟任何一条新的道路 而是利用了原有的田梗路 改造成新的激励 另外规划时将基地上 所有的生产要素完整保留 建筑最终成聚落状围绕竹林 田园 水池等安放 保留了乡村原始的风貌与特征 使得新老大猪原村 自然地衔接成一个整体 你看这个设计团队有点意思 把这个种族对画成一颗爱心众 江南水乡江南水乡 水始终是江南乡村的一个重点 我们之前也去看好几个这张乡村了 基本上都是沿着河流而建 这个大猪原村也不例外 它边上有一条叫做龙王溪的 建筑师在规划这个乡村的时候 重点考虑了 如何将那条溪水引入到这个村子当中 我觉得这个村子的水 是用得最为极致的 基本上是做到了家家户户都伴水要去 你看 后面就能看到 在抓什么呀 这有点没东西 这下面有鱼对吧 你们这边生活有态气 还会有螃蟹 龙虾咋都有的 这是泥球吗 好像是那个 光刺 哇 还真是 这很好吃的 人先啊 他野的 小河虾 小螺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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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螺蛇这么灵活 小螺蛇这么灵活 灵活 灵活 带到 好好 哎呀 这回没办法吧 太多特性了 熊的 小螺蛇 这个水蛇 就是那大河里面的水 哦 连银来的 哦 连银来的 然后人车会人车 可以逮一些这种 小螺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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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门口就能逮一些这种 螃蟹啊虾之类的玩具 甚至还能炒一盆菜 对啊 哎 太幸福了 地人继续放着 对 这里就是刚才讲到的那条 应该叫做龙王溪的溪 哇 真的是干净 青山绿水啊 有它叫金黄色的鱼吧 什么 有它叫金黄色的鱼 金黄色的鱼啊 嗯 好看吗 嗯 但是我太多了十年 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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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跑家里面的 哈哈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你是来这里玩的吗 嗯 不是 我去家公公和家里面的 哦 你是住这里的 嗯 这是你家吗 对 哇 哈哈哈哈 你家是哪里啊 这是你家对吧 嗯 全面就是我的家 哦 这里是你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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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爱 哈哈哈哈 等了那么多鱼 哇 我的眼睛不要啊 这里 我的眼睛不要啊 我的眼睛不要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里是老村部分的水渠 其实新规划的那个水渠 应该和这个都是贯通的 这条水渠的贯通 是整个村子规划的 最灵魂的一笔啊 非常好 前面这个就是 大竹园村的村民文化中心 位于新老村的交接处 房子的造型还有点意思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里应该就是入口的一个庭院吧 用了这种夯土墙 这个夯土好像就不是 特别密实的那种夯土 感觉 没有我们之前去看的 王树那个 文村那些夯土做的好 这什么意思啊 哈哈 这边有这样一片 也没法打开 好像就是 玻璃做的这么一个装置 又有点像一堵墙的 是让人躲雨的吧 可以站在这个三角空间当中 躲一会儿雨 可能是这个意思 对 被我解答出来 这边也有一堵 这个毛石墙 就是用的材料都还挺箱土的 屋顶上都是比较现代的 箱土跟现代的结合 这啥玩意儿 这啥玩意儿 这个三角空 这侧子我觉得还挺有意境的 刚好对着它这里的这个湖 然后这边是一个大面积的玻璃 这个建筑我大体上看 我感觉还不错 我个人感觉就是整体的一些大效果 但是我不是太明白 你看它这个屋顶 太繁琐了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五层 有一点把那种大建筑的手法 scale一下 就把一个很大的建筑直接缩小了一下 硬摆在这里的感觉 我们再去看看这个村子好了 单体民居并没有设置天井 而是采用前院结合院墙的处理 我个人觉得相比之前我们去看过的几个村落来说 大竹园村的单体民居不是太有特点 算是比较常规的偏中式风格的住宅 在创新层面上可能相对来说少了一点 你看它这些窗上面都会有这种花格 包括它的屋檐这种手法 我发现这个大竹园村里面 民宿特别多 后来我们了解到 这个村子鼓励农户提供闲置房屋 整体打包 发展民宿村落 文创中心等业态 甚至在探索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合作模式 把美丽一居环境资源 转换成乡村旅游经济资产 村民变成了股民 说您这边的 您家这边的话 我看好像民宿特别多 像这个乡村 小区的地方都不开民宿了 你们是各家各户自己在经营 还是 整体上是 街道里就是政府 有一个规划 整体规划的 但是我们 各家各户 还是各家各户的特色 都有点方圈 就是这样的 那我可以简单猜贯一下你 可以可以 好的 好谢谢啊 进来之后就是客厅 然后再往里走 这里是 应该是一个餐厅 一个人桌 边上是厨房 厨房也好大呀 厨房也大 住得很舒服 后面就是小院 环境 主要我觉得 这个大竹园村 环境做得很好 景观做得很好 很干净 然后边上这里也有一个房间是吧 对 这里有 顶上 客房是在楼上 对 客房在楼上 顶上就不上去了 大概您家有几个房间 我家是 住民厕所 等于说有 四个房间 自己住是一个 三个房间 总共相当于这房子有七个房间 对 房子很大的 我们是 等于说 也不是说 专门就是 开民宿的 我们是 自己 住为主 但是 空余的房间 可以拿出来 可以住民宿 这才叫真正的民宿 对 其实现在很多民宿都变为了 就是客人 跟我们住的住户 等于说是融为一起 对 对 所以您家这边 是大概什么时候搬进来的 像这个地方 我们搬进来应该是 两年多一点 那当时的话 您是老的大土阳城的生命 对 对 我们是拆迁掉的 拆迁掉后来 这里是安置房 就是那边 但是说拆迁 它是赔给我们钱 赔给你们钱 赔给你们钱 这里这个房子 我们是出钱买 但是买给我们 是相当便宜的 900块钱一平 900一平 900一平吧 等于说我这个房子 然后里面是自己装修的 就这样外面 我是基本上是35万多钱 哇 35万 对 幸福 对 住住人是可以的 我们这里就是开民宿 特别照顾 就政府支持 就政府支持的 反正就不管什么 办什么东西 办什么东西 都是优惠的 优惠的 比如说我再问一个 可能有点迷感的问题 比如说像您家这样做民宿 大概一年可能会有多少 一年 那多的话 那最好的可能 做个六七十万七十万 开始做的 这么多 做的这么好 那是好的 最好的 那就是 不知道那个一田一树里 没有人听到 一田一树 在您这个村子里 他算是最好的 最好的 但是像我们这个 反正就是 比他可能要少 反正就是一笔书的 刚才那位大叔跟我们讲的 应该就是这个民宿 一田一树 一田一树 我们看看 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住 吗 有没有机会参观一下 哇 他这里的景 小田园院整的 有那味儿了 这家主要地理位置好 望出去就是 稻田 然后田园 整的有一点那种 美式田园乡村的那种感觉 在家这种茅草 海边度假 一种比较综合的 这栋民宿 刚才问了一下 已经被一户 来这边玩的人家给包了 所以就不太方便参观 比较遗憾 我们看看在 我们这个里看看别的吧 这猫怎么这么怪啊 奇猫 哎呦 不怕人呢 他走得这么快 你想做啥呀 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 这么干净的一只猫 你不怕脏的吗 小猫 哎呦 算了算了 爽一点吧 管他干不干净 爽比较重要 出现转机了 我们碰到了民宿主人 主人能够同意 让我们进来看一下 真的太感谢了 进来之后 他就是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 小小的 像造壁一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边上是他的前台 然后是一个餐桌 然后在这里就是一个厨房 厨房的这个门 还挺有挺别致的 就是类似那种叫什么 骨仓门是吧 挺有感觉的 然后这是厨房 就是客人如果包洞的话 自己可以在这边做菜啊之类的 再往这边走 这里是他的客厅 整的比较的有一点点那种 美式风的感觉 哪里啊 诶 这个灯从哪里打出来了 那它从哪里打出来的 哦 就这里 是比较网红的灯是吧 摆了一些这种木材 营造一些氛围吧 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 篝火之类的 然后前面我看这里还可以唱歌的 有KTV 然后再往里边走 这里就是 应该是一个茶匙吧 喝茶休息 我第一上去就是客房了 因为他们已经包洞了 我们就不上去看了 我刚才听命火人家说 您家是这边做的最好的名字 那就是您自己还住吗 这个房子 那我们是呢 一楼有一个自住 自住的 平时假如客人 又有些客人 然后世界很多 嗯 平时我基本上 因为小孩子要主持 基本上住在市区 这边呢以前是没有房子的 这边以前全部都是稻田 然后稻田嘛 就是 刚好我孕妇他们 刚好是属于这里的嘛 刚好是他们 我们刚好就是 在那一年的下半年这段时间 如果碰到拆迁的时候 很多农户啊 可以到这边来买 哈哈 刚好有这样一个名额来买 哦 然后这个也是抓揪的 这个位置都 对我刚才就想说嘛 您对我来家的这个视线也太好了 哇出去就是一个 那现在这道菜刚刚割掉 是啊 一片麦田啊 对很棒 是的 那我可以采访你几个 可能有点敏感的问题吗 比如说这个房子当年 买的时候大概会多少一平方 这种可以叫吗 900 哦一样的吗 整个村子都一样的 我们刚才问了令狐人家也是900 900 我以为您这个地理位置好一点 之类的会贵一点 一样的 地理位置是抓猪 看你运气的 啊 你运气好 抓你手气太好了 不是我抓的 是我丈母家的 你丈母家手气太好了 很棒 山中一只大虫 什么是什么 水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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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聪明啊 这就是村民的智慧 把所有的空间都利用起来 这边一个 这么一个窗下的空间被用来养鸡 建筑师想都想不到 这里本来是放空调的 我发现了 你想一想是不是 像一个设备平台 被用来放鸡了 鸡是什么 鸡是贫穷我就不懂了 你是不是有吸猫的体质 吸引猫的体质 他村里这里还有一些房子 是用做餐厅的 应该是归这个村集体所有 今天中午就在这里吃个饭 让你列好刀了 是不是 就这家店感觉 不是特别的乡村 点了三个菜 这油麦菜是28 这个小炒肉是48 这个虾是68 其实不是很便宜 不太浓加 有点旅游化的感觉 茶叶炒的这个虾 小炒肉 炒肉 对了前几集视频 大家最关心的车库问题 很巧啊 大竹园村还是没有 依旧是在村边设置了 集中式的停车场 下雨天回家 还是有点麻烦的 好那以上就是关于本期视频 全部都有如果喜欢的话 下注点赞 投币 三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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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つ 那边